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这支影片里面首先来介绍一下Git的一些基本的操作 然后后面再透过一个动画式的一个网页 来为各位展现Git的一些概念 从而从这个动画的展示里面能够更了解Git它的整个基本操作的一个精神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下面这个图 那这个图呢简单的就是把Git在我们本地端跟远端 我们到底有哪一些储存的一个位置 然后要透过怎么样的指令来把档案给放到特定的位置 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个蓝底的这一块是我们本地端 也就是我们的硬碟里面的一个储存的空间 在Git里面它有三个区域来分别放我们对应的东西 首先就是在我们的工作目录 那因为它是一个数状结构的一个Commit的一个数 一个数状结构 所以我们一般就把它称作是Working Tree 工作数 那这个通常当然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档案总管 或是这个目录里面看到的这些内容 就是称作是工作目录 然后另外它还有一个中间的一个区域叫做Staging Area 它就是可以把我们有异动的东西先暂时的放到这个Staging Area里面 然后在这个Staging Area里面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对它做Commit的动作 然后把这些做了异动的档案 透过Git的Commit这个指定把它给提交到我们本地端的储存库 也就是我们Local的Repository里面 然后我们这个动作当然可以做很多次 一直到我最后这个本地端的储存库 这个Commit都已经 程式都修改完毕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给推送到远端 我们的Git的主机里面 或者是我们的Github的这个网站里面 这个命令就是使用GitPush把它给推送到远端 反过来我们可以从远端用拉取的方法 用GitPull把远端的内容写到我们本地的储存库里面 或者是在我们的本地储存库里面 我们要把我们可能这个储存库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分支 我们在切换不同的分支的时候 就可以用GitCheckout 从储存库里面把那个分支的内容 给复制到我们的工作目录里面来 原来的分支里面的内容当然就会被切换成 你后面Checkout出来的这个分支 透过这个Checkout 我们就可以把不同分支它的内容 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做切换 然后我们有不同的分支需要做合并的时候 也是从本地的储存库里面 把它合并到我们的工作数里面 然后我们的工作数可能做了一些处理以后 再透过上面的这个动作 再把内容给写到我们本地的储存库 再把它给更新到远端 所以这个可以看 可以看出来就是 从左到右,从右边到左边 这样可能对我们的系统开发来讲 它会是一个循环性的一个动作 这个就是基本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这边要介绍的最基本的指令 其实就是要加档案的GitAdd 这个Add不是只有加新档案 我们修改的档案或是有任何异动 都是用GitAdd把它加到StageIn Area里面 再用GitCommit把内容 异动内容给写到本地的储存库里面 我们后面就是先介绍这个 GitAdd的这个指令 后面就是可以接档名或是目录或是多个档名都可以 然后最后要把它给提交出去就是用GitCommit 然后再加上-M的这个选项 写上提交的这个讯息 就是我们Commit的这个Message 我们先用这个终端程式来做个示范 比如说我们现在我要输出一个内容到一个叫做test2.txt这个档案里面 然后再输出一个到test3这个档案里面 所以我们上次只有到test1 所以这个test2跟test3是这一次新增的 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SmartGit 我把我的SmartGit给启动起来 然后把它放在最左边 我们这个视窗把它放在最右边 我把它都置顶 好 然后我们因为刚刚已经加了两个档案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档案 test2、test3都是Untract的 没有被追踪的 我们就是做了这个add的动作了 接着我们就是要做Commit的动作 这个Commit的动作 如果说你要分别Commit的话 你就是选了某一个档案以后 我们就直接点这个Commit就可以了 SmartGit里面可以先选档就直接Commit 不需要做这个Stage 也就是说 也就是SmartGit里面 它是可以让我们直接从Add这一段 直接写到这个储存库里面来 我们刚刚的Stage 其实是做这个动作 从工作目录把档案给加到StageIn Area 这是Stage在做的事情 SmartGit是可以直接省掉这个动作 直接就从这个工作目录 直接Commit到本地的储存库里面来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做 就是直接Commit 比如说我写一个讯息 是test3.txt 然后Commit 这样子它就会写了一个Commit出来 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新加的Commit 接着我们再针对这个test2 再Add进来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做了两个Commit 这个就是Commit的动作 如果我们要用指令的话 其实是很简单的 比如说我再多Echo一个随便的动作 然后输出到 我们是要叫test4.txt 其实就是 git add test4 这个是把它加到我们的 就等于做了Stage这个动作了 所以它的状态就会变成已被新增 edit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在Commit 然后就输入讯息 然后就输入讯息 直接就做Commit了 你看到它test4就会跑到上面来 表示它已经没有被修改了 这个就是简单的add跟Commit的写法 然后push就是把我们这个内容给推送到远端去 这个就是很简单的指定 我们现在有一个状况就是怎么样去修改 已经提交了的Commit的讯息 比如说 在我们的这个修改里面 我们要来修改这个test2.txt 要去修改它的讯息 我们必须首先要先去它的Preferences里面 把它的这个一个储存暂时空间 暂时Commit的这个选项给勾选起来 也就是这个Stage 我们基本上预先把它给先勾好 按了OK以后 然后再要修改的Commit这边 比如说我们这个addtest2.txt 再选择这个右键功能表里面的 Edit Commit Message 在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来做修改 直接就做修改了 好 假设我们就改成这样子 然后再把它给储存起来 这样它会自动把这个内容 帮我们套用到它的暂存区里面 然后把我们的讯息改掉 然后再重新 把它修改的内容给重新再套回来 所以这个动作它内部自己会做处理 也就是我们刚刚这个Preferences 这边要记得去 在这个Stage 就是Command 10这边 后面这个Stage 这两个把它给打勾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 假如我们就 这个就是修改它这个讯息的话 我们就是做这个处理 好 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个 我们做了这个Test4以后 我们其实这个Test4里面 要再含另外一个档案 像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是要在Commit里面 去勾选某个选项 比如说我们现在多加一个4-2好了 好我们现在这个4-2呢 是要把它给加进来的 好 这个是Test4-2 我们要做Commit Test4-2 好 错掉了 我们应该要做 我们是要 要去把它给加到4这边才对 好那我们 我们先放弃好了 我把它倒回来 用这个Reset把它倒回来 这个还没讲 好 就是放弃三个动作 好 好 然后就是把 就是把那个 刚刚的这个Test2 也把它清除掉 这就重新做一次 Test4-2 好 Test4-2出来以后 它一开始当然是没有被追踪的状态 好 那我们在点这个Commit的时候 在这边打Message 好 那请注意这后面这个 有一个修订 最后一个Commit 这个选项 要把它打勾 好 打勾以后 再做Commit 你就会看到 它这个Test4 这个Commit还是留着 可是事实上 它已经是加成两个档案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Test4 这个Commit 这线出来线也是 这个Commit的内容 它就是会有两个档案 好 那这个就是 这个漏选的时候要怎么做 后面就是建立分支跟切换分支的一个指令 这个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在这边 我把目前的分支给列出来 我们目前是在这个Master这个分支里面 然后我们要看目前的分支有哪一些 就是用Branch 这个上次其实已经有看过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只有一个分支叫做Master 那我们要加第二个分支的话 比如说假设我们要加一个New1好了 就是用Branch 一样是用Branch 但是后面要多一个分支的名称 这样子它就会多了一个分支的名称出来 我们用GetBranch再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它就多了一个New1出来了 然后我们要切换分支到另外一个分支的方法 那个指令呢 我们看一下Branch 是要用GetCheckout 比如说要到New1 我的这个 为什么New1没有切呢 好,那我们目前 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已经切换到New1 这个分支里面来了 所以我们就是切换就是用 Checkout 来做切换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再切回Master 好,那现在就是在Master这个分支 所以这两个指令就是这样子 那这些指令 其实我们可以用这些GitConfig的这个命令 来做一个简单的缩写 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子下这个指令 GitConfig-global-alias.br 然后branch 这个意思是说 alias.br 后面的这个名词 像这个br就是我要用的这个缩写的一个名称 我们用br来取代这个branch 好,我们就执行了这样子 以后我们只要执行branch的时候 我们只要打br就好了 这样子 这样子就少掉了很多很多打字的时间 我们把其他的也通通让他执行一下 好,所以我们要看 我们要查目前的Git的这个分支的状态 就可以打st就好了 所以我就git.st 他就等于做了status 我们要做checkout 就是用co 我要checkout到new1 好,然后要checkout到master 就可以这样子做 好,就可以这样子做 在smartgit里面 要怎么样子做这些分支的操作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游标停留 在这个local branches这个地方 按右键 这里面就有add branch 所以就可以直接加branch 比如说我加一个new2 new2 好,那要切换的话 就直接在这个分支的名称上面 点两下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要切到new2 我就click两下 这个黑色的三角形 就是表示我目前 到底是指到哪一个分支 比如说我们在切换为master 就click两下 就可以移回来了 所以这个是smartgit切换的方法 跟建立分支的方法 最后在影片的结尾 我们再来介绍两个网站 这两个网站 可以透过动画的方法 来加强我们对git的 这个committer的一些 基本的一个概念 这个当然就直接点击 你就可以看到这两个网站 像这个叫做visualizinggit 或者是这个高健龙的 这一个练习场 那我现在这边 我们先使用这个visualizinggit 来做展示 它在这边左上角可以选择不同的 要练习的一个类型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本地端的一个练习 首先我们会看到一个commit 这个commit就是 它的ID就是这个11371 这个是它的shard的ID 物件的ID 然后目前就是我们master这个分支 就指向这个commit 然后同时 git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参考的名称 叫做head head 它代表的是我目前工作中的分支的 最后的那一个commit 所以我们一开始 当然head 也是指向1137 这个commit 然后在这个 这个练习里面 我们就是在最左下角 输入git的命令 只要输入那个commit 这个命令就可以了 add这个动作是不用做的 等于它帮我们省掉add 这个操作 所以我们直接要加第二个commit的话 我们就直接打上git commit 那你会看到我们就多了一个commit出来 同时master跟head都会指向它 然后我们接着我们再做第二个分支出来 我们叫做mu1 那一开始 因为我们是从master这边来建立这个分支 所以一开始 new1 也是指向这一个最后面建立出来的这个节点 那现在呢 接着我们要切换分支 我们要把目前那个分支 从master切到new1 那请各位注意那个head 它的移动 git checkout 我们要移动到new1 它其实只是把head这个指标指向new1而已 其他什么动作都没做 那接着我们要来针对目前的分支 也就是new1做commit 你看到master还是停留在第二个commit 可是我的new1已经移动到第三个commit 同时我的head也会跟着移动 因为head是放在最后一个commit 我们再多放一个 然后这个时候假如我再切换回master 那意思是其实是把head移回master 所以我们就git checkout master 你看到他head移回来了 然后这个绿色的就表示我 是我目前的这个分支所停留的这个commit 那我们在这个master上面 我们也要做个commit 你看到现在就有两个很明显的分支 就看得比较清楚 再做一次commit 这个当然可以按往上 这个上下是可以用的 那这样就是有两个分支 那其实 接着我们其实是应该要 假如说这个new1是我们新的功能 我们这个新的功能写完以后 要把这个新的功能要给合并回原来的master 这样的程式最后才会是完整的 然后这个指定我们还没讲 但其实它就是merge 所以我们现在停留在master上面 然后我要把new1给合并进来 我就是打bit merge 然后new1 它就会再产生一个新的分支出来 这个新的分支 这个新的分支 就会把刚刚这个efd0 这个分支 跟new1的最后的分支 0025分支 两个内容合并起来 产生这个新的分支 产生这个新的节点 新的commit 这个网页就是能够 我们透过这个动画的方法 就能够让我们更快速的理解git它的整个操作 然后它的git的观念 我们也可以比较容易能够去理解 然后应该对我们的学习会比较有帮助 所以这个网页其实 我们在初学git的时候 应该是可以多加利用的 那以上就是大概我们今天介绍了 这个git的几个基本的操作的指定 那主要是我们现在这个图 它的概念 大家要具备的话 那基本上git的一般性的操作 应该就都没有问题了 那今天介绍到这边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